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训练方法是蹲起 然后再做跨步的步法 大家可以把这个蹲想象成我们之前的垫步 通过垫步来加跨步来去接这个球 四个方向左右接杀和前后的两边往前去找这四个方向的去接 跨步画得越大越好 然后这个训练第一个可以练习我们的大腿力量和耐力 第二个可以练习我们的启动速度和能力 你想想我蹲起来我都可以跨步接到球 那你以后你启动再加跨步 那是不是会更加容易的呢 那这个训练方法自己可以经常使用啊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训练方法 第二个训练方法是四方换球 一共用五个球你手上拿一个四点一个地方放一个 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步法去换球 这样的训练你可以用前交叉去跑 也可以用垫步加跨步去做 就是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哪一个你感觉跑得更快 你就去用哪个练 这个是一个熟练的练习啊 需要我们经常的去练 大概我希望长期打羽毛球的朋友们 至少是一周能够练到两到三次初学者以三步上网为主 初学者就不要去垫步加跨步了 初学者还是以跑动为主跑得快了 之后再去练垫步加跨步的训练 第三个训练需要你和你的搭档互相配合 让你的搭档去用手去接你扔的球 让他去判断你会扔哪里 当你不扔的时候 他就要持续往后退 扔了之后 然后再让他启动上来来接球 一个是练反应力 一个是练两边跨步的一个连续的启动能力 这三个训练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 这都是我当教练以来 或者是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 都会经常使用的训练方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 我在带我好朋友在练的这个接球的教学 就有点像华小熊和郑思维现在在练这种 只不过他们的要求更高 数字更快 我们这种是慢一点 一个一个来的慢节奏的 当能力越来越强 步伐越来越熟练之后 也可以像华小熊和郑思维这样去训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方法 最后我再教大家一个练习 你跨关节力量的一个训练 因为打过羽毛球应该都知道 你长期的这种跨步的话 对于你的跨关节伤害还挺大的 而且还特别酸 那今天教大家提胯的这个训练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第一个动作就是上下提胯 大概30次 速度不要太快 频率也不要太快 然后呢幅度一点点啊 让你的跨关节持续发力 上下完了之后 就是左右打开关闭打开关闭 同样的这两个训练是连在一起练的啊 不要分开练了 先练上下 然后再练左右 通常我们一组是50加50 就是100个一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 今天的训练教学还是分为这个 123的这种交叉 前交叉上网和电步加跨步的上网 我希望初学者在练往前步伐的时候 还是以123步的这种前交叉为主 当你熟练后 再去使用电步加这个跨步的这种训练方法 其实基本功的训练 对羽毛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功练好了 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羽毛球高手 基本功练不好 你永远没起 微信公众号 羽毛大神 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羽毛支持啊 羽毛大神 记得关注 拜拜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羽毛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5下 Wyoming 2下星 超买换之后 6下面